行运设计师,有趣,有料,有深度。 往期节目曾经介绍过, 在中国大陆火狐热暖器免费就可以下载插件, 实现科学上网。 而Chrome热暖器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作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热暖器, 无法在中国大陆使用插件实在太可惜了。 访问谷歌插件市场, 结果会变成404 NotFont。 其实在中国大陆安装Chrome插件不难, 远翻就可安装。 只需要借助第三方Chrome扩展市场。 打开任意搜索引擎,比如Andex。 搜索关键词Chrome插件镜像市场。 可以看到有很多符合条件的结果。 任意找一家网站进入, 比如收藏猫这个网站吧。 点击插件商店进入。 常用关键词搜索有两个。 一个VPN,一个谷歌。 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帮助你实现科学上网。 谷歌上网助手这个插件不错, 有些年头了, 一直可用。 因为是在第三方插件市场下载的, 所以只能离线安装。 下载好插件后, 点击Chrome插件的设置, 进入扩展管理后台, 打开开发者模式, 将下载好的文件拖入锻炼器, 就可以安装了。 就是这么简单。 再比如另一个网站, CRX Full Chrome 点击分类菜单中的扩展, 就会看到有不少热门插件下载。 有个SideApp VPN其实不错, 我也用了不少年了。 点击进入下载。 选择CRXFull Chrome节点, 将下载好的文件按照之前的方法安装。 点击右双角的图标。 可以看到支持简体中文。 这个需要注册。 因为博恒均已经注册过了, 我就直接登录了。 该插件的注册过程比较简单, 只需要一个邮箱, 一个密码, 之后在邮箱里接收到一个验证信息, 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可供选择的节点有不少, 看个人需要了。 免费节点虽然速度较慢, 但是可用。 只要能使用, 就马上登陆自己的谷歌账号, 进入官方扩展市场, 下载任意的科学上网插件就可以了。 再也不用担心, 无法自由上网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